书友们今天我们来写一下以人为本这个成语 那么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以字呢有很多人会写不好 其实呢它结构方面的话它不算太难 就主要的是它的结构有些人比较 比较很难掌控 他觉得这个以字呢 它的倾斜角度很重要 如果是倾斜角度写不好的话 这个字呢也很难说把它写好的 这个倾斜角度呢也很重要 首先呢你不要提的太过了 也不要提的太平了 刚好保护这个度 还有这右手右边呢 右边这个结构呢 尽量比这边高一点点 那么这一点呢也是比较关键的 而这一点呢为什么说比较关键呢 首先呢它这一点呢一定要比这一点低 上下关系来的 那么这里呢推迟下去的时候呢 这里的最右点和这里的最右点呢 不要偏差的太大了啊 不要说这段距离和这一点的最右点的距离拉得很开 一点点就够了 所以这一点呢这个度数呢一定要把控啊 而且呢在这一撇这一撇的中间偏下方向 落比的啊一定要记住了 还有这一点一定要比这一点高 所以呢记住这几点很重要 这个椅子呢笔画不难 说实话笔画不难 就是结构难把握 倾斜角度难把握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所以呢今天呢特别强调这个椅子 收笔收笔不要出现属须 好这个人字这收笔的时候呢 这一笔呢应该收得重一点 特别重一点 然后这里呢是比较圆的 这里呢这个长度呢 不要拿得太大了啊 维字 不要太长了 是大 这里呢稍微穿过来就可以折下去了 这下面呢也是如此 好 内缘外方 那么我刚才强调就是这一笔呢 不要写的太长了 如果写的太长了 会和这一点呢起到冲突了 这四个啊 这四个点三个空格呢 一定要保持一样的一个等距啊 这样的会比较好一点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这笔会比较长一点 总体来说的话 这个本字其实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 在古代的时候 写这个本字 以这种写法来写的时候 是比较居多的 大家不排除 用我们原先那种 现代文那种本写法 但是总体来说的话 这种写的比较多 在古代的时候 在书法里面 那么今天呢 我们讲的这四个字 就讲到这里 这种写法比较多的